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這節又想跟大家講一下八卦消息 著名的黃絲藝人藍奕邦 近來就在社交平台Instagram上開了一次直播 在這個直播當中 他就不點名地批評 曾經是黃絲藝人謝安琪 究竟他講了什麼呢? 雖然那個底片已經刪除了 沒有留底 但有不少網民聽完之後 就用文字把直播內容總結出來 故此大家仍然會得知 究竟藍奕邦說了什麼 原來他在直播當中 就是不點名地批評謝安琪是雙面假人 他就說 有某名女星在2014年的時候 自己叫記者拍她去金鐘樹派物資 然後自捧成為民主女神 但是自從去年的反送中運動爆發以後 一整年都沒有作過表態或發聲 保持著沉默 而且 這個藍奕邦還不點名地批評某女星的老公 就說他兩夫妻都不是什麼好人 沒有簽到周博然 就去了簽麥進龍的書就現了 大概就是這些 有記者就問藍奕邦了 究竟你是說什麼 藍奕邦回覆了 說影片沒有留底 當中也沒有說過任何名字 沒有指明到是罵誰 大家不需要假設太多 近來的新聞令人很沮喪 忍不住發事一下 都沒有補充了 多謝大家保重 這樣 謝安琪有什麼回應呢 謝安琪說 我沒有什麼回應 這樣 哈哈哈哈 實情這件事 我都有些看法 估物論 藍奕邦在直播當中 所批評的是否是謝安琪也好 但是我對於謝安琪 就有以下的看法 首先來講 他在2014年的時候 即是雨傘運動期間 他的確是對於爭取民主的表態 比如在文化創作上 他推出過一首歌曲 叫做《雞蛋與羔羊》 這首歌其實是由周博然 一首包辦曲詞編監 歌曲的內容正正就是 提醒大家要爭取公義等等 而且在雨傘運動爆發後 他亦聯同 何韻詩、葉德閒、黃耀明等等 合唱了一首歌叫做《撐起雨傘》 我相信大家都有些印象 這些事情是 曾經客觀地發生過 是不能夠推翻的事實 當然有人會質疑 究竟你的初心或動機是什麼 比如說 我根據《蘋果》的引述 就說 藍奕邦不只是第一次批評謝安琪 謝安琪在2014年發表《雞蛋與羔羊》這首歌曲 藍奕邦也曾經在Facebook上批評過 說有人想騎劫政治 他就說 開始分不清 有些人是真心為社會發聲 真心有些說話要說 還是借小騎劫政治 扮關心社會 而最終的目的是 搏Like 搏Hit Rate 即是點擊率 以及搶AirPlay 即是搶播放率 當然我自己覺得 很難去判別一個人 他的所作所為 究竟是為了公義 或是為了私心私利 或是甚集了兩件事混在一起 除非某些藝人 他的所作所為 是非常噁心 是擺明居馬要去抽水 否則判別動機是有困難的 而謝安琪事實上 在2014年 當雨薩運動爆發期間 他曾經去過金鐘 為學生送物資 打氣 這也是客觀發生過的事實 所以後續 他就招致到被大陸封殺 不能夠再回大陸 接工作 登台 開演唱會 賺人民幣 在2014年以後 所以他也是承擔了相關的政治後果 如果你說 他去撐起雨傘 又或者是支持民主運動 純粹是為了抽政治水 他後來可以說是得不償失 因為無論他推出那些 雞蛋與羔羊也好 或者是唱那個撐起雨傘 更加只是義務工作 沒有錢的 他是遠遠的受歡迎程度 不及當年他唱的公式情歌 什麼喜帖街那些 那些才是賺錢 那些才是 潰赤人口大受歡迎 所以很難去判斷 但是 憑那個事實 根據他說 就是他在2014年的而且確 就是曾經為民主而付出 這個沒有辦法推翻 好了 來到2019年的時候 我們又要承認 鄭安琪的而且確 從來沒有就任何一件事件 是表過態的 自從6月9日 反送中運動爆發開始 無論經歷過612也好 616 或者是後來的721 831 或者怎樣 從來他沒有就任何一件事 是表過一次態 純粹就是在6月12日的時候 將他自己的社交平台的頭像 轉了成一張全黑色的圖片 就是僅此而異 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當然 有些網民就會批評他 喂 你2014年的時候 這麼敢言 為什麼來到2019年的時候 忽然間就好像變了縮頭烏龜 一句話都不出聲 橫算你都是被大陸封殺的 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叔叔被人踢爆了 是當差的 他的老公是張繼聰 張繼聰的弟弟就是張繼安 所以後來很多報紙都登過 就是說他叔叔當差的 我相信這個是主因 因為他就是避免叔叔 繼續當差的時候難做 因為如果他 鄭安琪不斷繼續說 關於反送中的言論 黃絲的言論的時候 他的叔叔在工作單位 一定會被同事猛咬他 猛咬他 你大嫂這樣說話 分分鐘張繼安在警隊裡 都難以立足 可能同事都不會信任他 我估計鄭安琪是為免他難做 所以就不出聲 當然作為一個市民 絕對是可以不體諒 鄭安琪這種做法 我沒有叫大家體諒他這種做法 但我相信他不出聲的原因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網民就批評鄭安琪說他 你一直都不表態 到底是不是已經變節成為了一個藍絲 我就覺得不能夠有這種不當的預設 當然有些人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中立 但所說的東西都是藍絲言論的時候 那些根本上就是一個切頭切尾的藍絲 就假扮不是藍絲 那些是有說話有發言的 但是鄭安琪從頭到尾都沒有表態 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的時候 我覺得至少是可以移中流程的 起碼他沒有像湯家華式那種變節 即是說完那些藍絲言論 又說撐警 他起碼沒有說過 無論他是什麼原因沒有說也好 那就不能夠憑著他不表態這件事 就判定了他是一個藍絲 當然他不表態的時候 他亦都不是一個黃絲 這件事就是很公道很公正的判斷 他既非藍絲亦非黃絲 因為他完全沒有表態 他事發是中立 亦都不知道他沒有說 這個叫做未知 好了 鄭安琪在民主路上 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當然就是非常可惜 但是對於另外一些堅持的人 更加值得大家的欣賞 比如說葉德閒、黃耀明、何韻思等等 自從2014年表態之後 是能夠堅持到2019年堅持到今時今日 甚至乎較早前民主派的初選 葉德閒還幫袁家衛走去拉票 他還欠了年輕人 好了 比如說較早前 黃耀明和何韻思 他還提倡一個叫做黃色演藝圈 所以這些人還值得大家去欣賞 反而既然謝安琪也決定不再表態的時候 其實再批評他也沒有意義 因為他自己都會面對著一些後果 比如說會失去了一批黃絲歌迷的支持 到最後就變成了兩面不討好 因為藍絲他們的記性很好 尤其是對於黃絲藝人 今天謝安琪在2014年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有撐過民主運動 又撐過撐起雨傘 又落過去金鐘佔領區的時候 是派發物資 所以就算你不表態也好 藍絲不會給你洗底成功 他永遠都會記住你過一幕 至於去到2019年的時候 你的不表態 當然我的角度就覺得 不能夠扣頂藍絲的帽子給他 但是有部分的歌迷會對他失望 為什麼你不表態呢 為什麼你不會為正義發聲 而在2014年的時候為正義發聲呢 反推論去到2014年的時候 究竟你是否為了抽政治水 而特地去唱那些社運歌曲呢 你很難控制人的思想 所以他又會失去了一批歌迷 我最後就認為 若然繼續追捧他的歌迷 應該要調整一下心態 首先就不應該當他是一個民主的女神 或者是一個黃絲的藝人來扮演 當你去消費他的商品的時候 更加不應該當自己是支持一個 黃色演藝圈的方式 你純粹是一個商業的行為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